是什么原因让丁丁扑倒奶妈 丁丁和奶妈又为何会同时出现在外场 今天上午丁丁把饲养员扑倒的事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据说是奶妈把丁丁收回了内卷后 当她正在打扫外场卫生时 丁丁打开了内卷的门自己跑出来了 奶妈刚看到后也是很警惕 但在丁丁尝试进员工通道时 奶妈不顾自身安危迅速跑过去关门 因为如果丁丁进入员工通道 就有可能走出卷舍了 一旦接触到外面的陌生游客 后果将难以想象 所以当奶妈看到丁丁再次尝试进入员工通道时 奶妈还是冲了上去薅住丁丁扶持她 即便是这样丁丁的状态还是很平静 直到着急回到员工通道的奶妈和丁丁撞了个照面 丁丁才开始追向奶妈 因为现场游客的声音很大 丁丁有些兴奋 奶妈虽然很努力在用手阻止丁丁的靠近 但还是被丁丁推得连连后退 最后丁丁用手抱住了奶妈的腿 把奶妈扑倒了 丁丁趴在奶妈的身上 虽然摇晃着脑袋 但并没有下嘴咬奶妈 指甲也是收着呢 受到惊吓的奶妈对着丁丁大喊了一声 丁丁你要干啥 意识到自己不对的丁丁立刻就被过身去 这模样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 奶妈迅速跑开 丁丁也没有再追 而是等奶妈回到员工通道后 方才慢慢起身 丁丁最后的表现 也没辜负奶妈平时对她的疼爱 奶妈就算下班换掉工作服后 也时常会再过来陪一回自家闺女 再给丁丁拿一些损损吃 平时的相处也让丁丁非常信任奶妈 毕竟以丁丁的体格子如果动真格 奶妈肯定是凶多吉少 丁丁很聪明 她不仅会直立行走 还会直立爬楼梯 最厉害的是她还会开门 上次丁丁越狱进入员工通道 就惊动了虫洞天团 好不容易才用小苹果把丁丁引诱回家 丁丁还是个姐宝女 虽然她已经九岁了 但她很喜欢大姐游泳 更喜欢睡在大姐的客厅里 有时候她还会自己打开姐姐的门 就这么水灵灵地跑进去 一点都不把自己当外熊 还有一次重庆下着大雨 丁丁一直守在姐姐家门口 自己家开着门就是不回 很多不知情的游客 还给园方打去了投诉电话 最后实在因为丁丁太执着 饲养员便打开了游游的门 诡计得逞的丁丁在姐姐家客厅倒头就睡 有时候甚至还在姐姐家里拉青团 丁丁虽然是成年大熊猫了 但这么来看依然还是